如今的相亲市场有多卷 父母替女儿参加相亲 却发现会场上全是女孩 别说优质男性了 就连普通男人都少之又少 而红娘的一句话 更是直接道出了真相 这是国内第一部 以红囊视角讲述相亲的纪录片 很多人看完后直呼扎心 因为她拍的实在太过真实了 第一位出现在镜头里的女孩名叫子良 来自山东林仪 是一位美术老师 31岁母胎单身的她 相亲已经有整整八年了 可每次相亲却都以失败告终 用父亲的话说 女儿找不到对象 都是因为眼光太高她挑剔了 因为在家里人看来 子良之前遇到的几个相亲对象 其实条件都很不错 其中有公务员也有事业边 还有一个长相帅气的娇警 没想到子良到最后一个也没看上 就连大姐都忍不住吐槽她 和她一般大的 如今年孩子都六七岁了 可她却连一次恋爱都没谈过 如何把子良尽快嫁出去 成了全家人每年最关心的大事 为了女儿的婚事 父亲每天奔波在各大相亲市场里 不管线下还是线上 她统统给女儿报了名 母亲则三天两头去苗里烧香拜佛 又找人给女儿算命 可子良的婚事却依旧没有着落 和许多传统家庭一样 子良的父母上学时期不许她谈恋爱 工作后又立即催着她各种相亲 恋爱经历为零的子良 根本不知道如何跟男生相处 她对男生唯一的幻想 几乎全是来自偶像剧和言情小说 以至于她在这偶观上 有些不切实际和过于理想化 这让红娘也忍不住有些叹气 她从来没有反思过自己你知道吧 她也没想过自己 在这么多年的一个相亲经验里边 有没有真正自己误导什么 面对家人和亲戚朋友们 轮番的轰炸和催婚 神经大条性格 大大咧咧的子良也不着急 她说自己其实也找人偷偷算过 有位大师说她注定是晚婚的命 她觉得感情的事还是顺其自然比较好 与此同时的另一边 来自一线城市的单身女性们 其实也和子良面临着相同的问题 37岁的黄炎也是母胎单身 如今的她是北京抹三检医院的主治医生 在北京有房有车 最近她正考虑买第二套房子 虽然各方面条件都很优秀 但她却一直单身到现在 谈及原因 黄炎觉得是因为自己平时太忙了 根本没时间谈恋爱 是26岁毕业 然后刚毕业期一两年 我们医学生在医院的时间比较多 值班嘛 然后呢再晃一晃熟悉熟悉 过了我们该轮转的一个时间 大概也就快30岁了嘛 然后周边人开始 哎陆陆续续 你发现你的朋友可能就成家了 然后慢慢慢慢地就开始意识到 黄炎身边很多和她一样的单身女性朋友 几乎都是有车有房 在经济上没有任何压力 可对于她们这样的优质单身女性 恰恰因为自己什么都有了 所以在找对象是要求往往更高 就得说啊喜欢呀 脾气呀 性格呀 就很难 几女生有房子更难是不是 虽然已经37岁了 但黄炎的心态其实还比较少女 平时的她喜欢约上闺蜜一起去跑步 她希望将来的另一半也喜欢运动 谈及操偶条件时 黄炎说自己更看重今生上的共鸣 她希望对方能够懂她 同时最好能让她产生崇拜的感觉 可这样相对抽象的操偶标准 已经为她筛选掉了一大批男性 事实上在读书的时候 黄炎的追求者一扎一大把 因为她不仅长相漂亮性格温柔 而且还是个妥妥的学霸 各方面条件都十分优秀 可她却没能和任何一个追求者建立恋爱关系 据她表示 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因为家庭原因 她的父母都是高智分子 父亲性格严肃不苟言笑 对她的教育一直十分严格 因此她根本就没有机会早恋 而作为成长过程中接触最多的异性 父亲在她的成长过程中 几乎可以说是半缺席的状态 这是导致黄炎不知如何 跟异性相处的重要原因之一 回想当初替女儿拒绝过的追求者们 父亲忍不住有些懊悔 随着周围人陆陆续续结婚生子 黄炎也渐渐意识到 自己已经成为圣女了 即便她条件再怎么优秀 但无可否认的是 她的年龄已经让她在相亲市场上开始贬值了 眼见相亲市场上的优质男越来越少 黄炎不得不一点点降低自己的自欧要求 如今的她 连离一代娃的男性也可以接受了 我还挺想找老司机的 太简单了 我就觉得哎呀 有些方面不够成熟 了解到黄炎的具体需求之后 红娘终于帮她匹配了一个合适的相亲对象 男人名叫老韩 34岁 李懿 是一名生物化学博士 如今从事产品研发方面的工作 而且还是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 不管是经济条件还是学历方面 都能够与黄炎相匹配 更重要的是 她和黄炎一样都酷爱运动 不仅打得一手好球 而且还跟随国家游泳队和滑冰队参加过比赛 两人看了彼此的资料后都比较满意 很快他们便在红娘的安排下见面了 第一次见面的地点是在一个网球场 因为都喜欢打球 两人的出此见面并没有想象中尴尬 一场大汗凝丽的运动过后 两人都对彼此产生了些许好感 然而到了吃饭的时候 情况却发生了转变 老韩主动提起了自己离过婚的事 想看看女方皆不介意 我觉得是人比较重要 或许是怕戳到老韩的痛处 谎言礼貌地避开了话题 没有继续深聊下去 想用美食转移话题的谎言 丝毫没有注意到老韩的脸色已经有些黑了 果然相亲结束后 老韩觉得没必要再接触下去了 因为她觉得自己主动说起离异经历时 女方看起来好像并不感兴趣 她觉得这是对她也不感兴趣的表现 再加上她觉得跟谎言聊天时话题总是很浅 没办法深入进去 所以她决定放弃继续接触下去 可当节目组问起谎言的感受时 她的态度却截然相反 我觉得她的长相还是挺爱看的 是越看越睡眼的一个状态 可当她拿起手机想给男方发条微信时 却发现对方连微信好友都没有通过 她没验证我 就这样 黄言的相亲又一次以失败告终 闺蜜都忍不住对她有些恨铁不成钢 因为在她眼里 黄言虽然条件很优秀 但在感情方面却是有些过于执女 对于闺蜜的吐槽 黄言只能一脸无奈地笑笑 对于相亲市场中年轻人遇到的诸多问题 红娘表示自己其实也能够理解 因为人多大家都比较挑剔嘛 大部分男生还挺以貌取人的 以年龄啊 外貌啊 这两点非常重要 想起之前报名的一个男生 她的择偶标准让红娘有些哭笑不得 我对物质可能看的不是那么重 我觉得我的底线就是她来北京能复个首付 这是我的一个底线 我如果去找一个同龄的女生的话 我说实话 我会觉得有点吃亏 因为我觉得对女孩来说 可能最宝贵的就是她的那些青春 至于女孩们的择偶标准 更是让红娘们忍不住有些头大 这些女生的择偶要求很奇怪 要求正常人 除了母胎单身的女性在相亲中容易碰壁之外 相亲市场上许多不会恋爱的男性 也往往举步为鉴 30岁的欧阳辩是其中一个 如何跟女孩相处困扰了她很多年 母胎单身的她是一名程序员 因为专业和工作的原因 她身边的女性一直很少 再加上本身性格内敛 因此30年来 她一直没能摆脱单身的状态 经过物色 红娘帮她匹配了一个同龄的姑娘 女孩名叫双双 30岁的她距离上次恋爱已经11年了 虽然她的内心一直很渴望 双向奔赴的理想爱情 但在现实生活中的相亲 却让她绿绿碰壁 每次和同样单身的闺蜜 一起去相亲时 被要微信的永远是 长相和身材都更好的闺蜜 这让双双忍不住有些受挫 她觉得现在的男生 好像都只看重女生的外表 没人会耐下心来了解她丰富的内心世界 事实上双双对南方的要求并不高 她觉得只要两个人聊得来 在一起开心就够了 至于有没有房子车子她并不在乎 在红娘的安排下 母胎单身30年的欧阳和双双见面了 因为两人性格都比较老实 红娘担心两人之间会没话聊 没想到结果却出人意料 贴心的双双特意准备了一份相亲简历 帮助南方更好地了解自己 她的真诚在欧阳心里很是加分 两人很快化解尴尬找到了话题 聊天的气氛也愈发融洽起来 两人就这样从工作聊到生活 又从文学聊到了电影 整个相亲过程中 两人的嘴角就没有下去过 加了联系方式后 两人私下里开始频繁约对方一起出来玩 他们一起做手工一起玩游戏 一起到彼此的公司陪对方加班 随着相处的逐渐增多 两人的心也忍不住越靠越近 终于在红娘的见证下 双双和欧阳终于顺利牵手走到了一起 至于第一位山东姑娘子俩 在兜兜转转了一圈之后 终于也遇到了属于自己的真命天子 那是一个阳光爱笑的威胖男士 看着子梁氏总是一脸傻笑 两人相处得很是愉快 一段时间后 他们确定了恋爱关系 还一起回家见了家长 至于北京姑娘谎言 在多次相亲失败后 她开始反思自己的问题 虽然那个对的人还没有来 但她依旧保持着属于自己的节奏 信心满满地迎接每天新的生活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对于当代很多年轻人来说 相亲已经成了十分普遍的现象 随着网络的发展 人们现实生活中的圈子越来越小 认识新朋友的机会也越来越少 因此相亲成了很多人认识一新最重要的渠道 然而快节奏的生活和来自社会的压力 导致人们的内心变得愈发复燥 也愈发变得功利起来 很多人都会带着各种各样的偏见和有色眼镜 用房子 车子 票子 样子 为相亲市场上的男男女女们各种明码标价 却忽略了他们本是一个个鲜活的个体 而非任人掏选的商品 当大家的眼光都开始变得功利 人与人之间 便会缺少很多耐心交流和彼此了解的机会 也许说错一句话 就可能错过一个原本有趣的灵魂 相对老一辈父母 这代年轻人却是有了更多的选择 因此需求也变得更加多样化 正因如此 寻找一个良人才变得更加困难 但无论如何 结婚从来不是目的 也不是人生的终点 更不是一个人生命中的必需品 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喜欢生活的权利 年龄的增长 家庭的压力 社会的舆论 这些都不该成为我们妥协和迁就的理由 人生苦的 若是能与一良人相伴 两人互相扶持互相陪伴 自然是锦上添花的美食 但若是没有遇到 也丝毫不妨碍我们努力过好当下的生活 成为更好的自己 感谢观看